常常的人龙为的是这盘叉烧包 海外点心品牌进军师城 掀起的热潮能不能够持久 本地老字号又如何守住一盘 理财101解答时间 现代钞票 纪念钱币 还有各种钱币 他们当中哪个的投资价值比较高 常常的人龙从早上九点就开始排挤 可是餐馆要到十点才开门营业 现在是下午三点多 已经过了午餐时间 可是我们看得到人潮还是络绎不绝 那顾客愿意等为的是要品尝这里的叉烧包 这家来自香港的点心品牌 选择在新加坡开设它在海外的第一家分店 那所掀起的新热潮到底能不能够持续下去呢 而在本地经营点心生意的一般上是老字号 其中有一家还是从晚上经营到凌晨的 那到底的点心碰上阔江龙 到底会出现怎么样的一番比拼呢 一起去了解 号称自己便宜的米其林餐厅 在乌节路一家购物中心开业 这家餐厅源自香港 新加坡是第一个海外据点 业者表示新加坡餐饮业备受看好 希望在这里打造一个独特的点心品牌 在新加坡我们都爱吃食物 我们喜欢吃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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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对比赛队的比赛队 比赛队的比赛队 我觉得香港的比赛队是不严重 在比赛队的比赛队上的比赛队 比赛队的比赛队 Chef Mark说他只喜欢吃食物 所以你会知道 因为他在香港的餐厅 他没有名字在四个餐厅 我现在在新加坡 就是做一个诊刷的词试 自餐厅开业以来 消费者的反应超乎预料 引起了一股吃点心的热潮 只要是餐厅的营业时间 门口的人龙就不见断 最近这三年里面 因为我们增加了那些年轻的顾客 我们一开门的时候 六点钟就忙到一两点 在新加坡 点心茶楼并不新奇 为惹然误杀的这家点心餐厅 自1962年开始营业 到现在已经有51年历史 可以说是本地的老字号 比起新登陆的点心餐厅 这里的人潮也毫不逊色 周日我们的顾客大概有1500人 周末的话我们是大概2500左右 小笼包我们是卖的最多 有700多笼 还有其他的点心 流沙包600多笼 烧卖虾脚也卖得非常厉害 最近这两三年 我觉得是会越来越厉害 竞争越来越多 有很多家都一直在开分行 但是这些他们对我们的竞争 毕竟会少一点 因为他们都是白天在做 我们是在做晚上的 有别于其他点心茶楼 这家老字号的营业时间 是从傍晚6点开始 一直到隔天早上10点 业者说 这和惹兰误杀50年前 不业城的生活面貌 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段时间50年代60年代 这个地区是非常烦明的 尤其是晚上他们非常热闹 为什么很热闹 因为这边有了一个 新世界游乐场 还有Jalambersa体育场 接着下来就菜市场 还有屠宰场 还有晚上有些红灯区 所以这边晚上的活动很多 受访业者也表示 点心茶楼的市场竞争 在近几年可说是越来越激烈 花样也越来越多 不过不管是新经业者 还是老字号 要抓住食客的胃 最重要的还是食物的品质 而且还要不时推陈出新 我们发现到我们旧的点心 没有改变的话 它的增长 它的顾客增长率是相当慢的 所以我们觉得一定要有点改变 说到竞争 业者表示 在香港当地挑战在于 点心餐厅多不胜主 进军新加坡 挑战则在于高昂的成本 包括租金 人工 为了保持点心的原汁原味 一些原料还得成香港进口 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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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店链有得在 好的地方 而且 Dobicot 有三个线 所以我们赔了很高 当然 我们的成本 在新加坡 是非常高 比在香港 我们也很少 我们的女性 我们的老师 是从香港 我们在买我们的 乳酪 从香港 因为乳酪 是一种主要的 产品 面对新进业者的挑战 本地老字号如何打造传统品牌 在留住老顾客的同时 要如何吸引更多年轻时刻 而且我们也要找一些新的 所以我们最近也请了一些名厨 推出新的点心出来 然后迎合现在年轻人的口味 我们的种类多 现在年轻人很喜欢这样的方式 就是说他来这边 香港点心也有 上海点心也有 看到新加坡餐饮业的市场潜意 新进业者表示 希望在今年内 在全岛开设六家分店 成为东方平民免食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进业者 老字号要继续发展 就要维持竞争意 这点心是我们华人 有史以来都喜欢吃的食物 这个食物还是会延续下去的 只是说我们面对的挑战 就是竞争力 跟别人要怎么样竞争 品质要素得好 价钱我们要大众化 做吃的最重要要有卖点 就像几年前本地就掀起了一股肉酥面包的热潮 而近来就有一家来自法国的甜点专卖店 也吸引了长长的人龙 那国人为什么总是愿意为食物而排队呢 欢迎你到我们的面部网页参与讨论 同样的当市面上出现一些限量版 而且又有纪念价值的钱币的时候 也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想要收藏 希望将来会升值 那广告回来的理财101将带你看 哪些钱币具有投资的潜力 在钱币诞生之前 人们采取物物交换的形式 来换取各自所需要的物品 那有了钱币之后 除了日常交易 还有了收藏和投资的价值 可以做投资的钱币 其实有好多种 有日常用的现代钞票 具有历史价值的硬币和纸钞 大型赛事或活动的纪念钱币 主题系列钞票金币等等 那哪种钱币的投资价值比较高呢 现在就进入理财101 投资钱币一般上年代越久远的就越值钱 比如这枚在海峡殖民地时期流通的 1878年的一分钱 一枚1878年 在新加坡那个拍卖会 卖掉四万五千块美金 1878年 但是那枚很漂亮 那现在1878年找那枚漂亮的很少很少 发行量越少 钱币的增值空间就越大 比如这枚1970年发行的 马来西亚一分钱 用桶铸造只有几枚 反而用铁来铸造的超过千万枚 这个造壁厂里面 它都有一个记录 这个记录它打了多少出来的话 它有一个记录在那边 因此拍卖目录里面的话 自己也不敢定价 它只把那枚东西的话 写成是啊了啊了啊了 就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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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物以稀为贵 就拿新加坡钞票来说吧 以胡姬花为主题设计的钞票 是我国独立后的第一个钞票设计 增值空间比后来的设计主题 鸟 船和肖像来得高 而且如果有错体钞 价值更高 通常钞票印出来以后的话 它都是整张 比如说42张48张 那么全部印完了以后 到最后的话呢 就用那个打号码的机器来印 印的时候呢 通常都会有时候有些跳号码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 是因为最后过程检查的时候啊 它就把它抽掉 因为这个通常很少会流露出来 流露出来呢 变成是一个漏网之鱼 这个漏网之鱼的话呢 很多人就喜欢收 人家没有的东西 我有 错体钞 可遇不可求 钱币收藏家 只好转向限量版的纪念币 像针对一些活动而铸造的纪念币 就属于限量版 中兴纪念 就是中国跟新加坡建交四周年 出了一个金币 叫中兴友宜金币 一公斤 发行量15枚 比如说像中国有的发行那个15枚的 涨100倍 那时候那个中兴 我发行的时候才15000块新币 现在是150万新币 中兴纪念建交四周年也发行银币 共300枚 这些银币的价格已经从500新元 估计上涨到目前的3万新元 至于像运动赛事 投资上涨空间大不大 纪念币在他比赛的时候很受欢迎 过后人家就忘记他了 所以人家说运动题材 建筑题材都不算太好 那生效纪念币呢 每逢农历新年 生效 龙的纪念币通常很抢手 所以发行量比其他生效多 可是时间一久 其他生效的纪念币增值空间 反而比较大 中国钱币里面反而是狗 猴 更好 蛇也好 因为当时候越没有人喜欢的东西 事后就越受欢迎 少 当时越受人家喜欢 事后不争执 多 是这个道理 可是要留意的是 纪念币和纪念章有很大的分别 章跟币呢 是一个是法定货币 叫做币 章呢 就是章三里是谁都可以做的 就是章 你不一定是圆圆的东西 就是币 像中国人民银行啊 像新加坡造币厂啊 这样的法定机构 出的东西呢 就比较好 要是说金店出的那些圆圆的东西的脏的话呢 它事后就没有人要了 卖你的时候是很贵 除了纪念币 金币也是另外一种常见的钱币收藏品 增值空间同金价走势有关 当然金币它发行的时候呢 它是根据当时候的金价 加上它的工钱制作费发行价 比如说是一千七美金 它就要卖到你两千五左右 这是发行价 然后呢 经过若概念以后 它是增值的话呢 看它增多少 当然相对跟金价的起伏有关系 也跟那个收藏价值的起伏也有很大的关系 简单来说 钱币发行量越少 增值空间越大 而且要懂得分辨 纪念币是由法定机构发行的 纪念章则是没有投资价值的 要让钱币有更大的增值空间 就必须好好的保管和收藏钱币 下一期的理财101 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方面的课题 你有收藏钱币吗 欢迎你到我们的密布网页 和其他网友交流 并且分享经验 那广告回来的一周财经 则将告诉你 我国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将维持在1%到3% 这是因为外在需求改善了 稍后见 本地三大银行陆续发布 最新一季的业绩报告 新展银行和大华银行的 净盈利都写下了历来最高纪录 华侨银行则有所下滑 而本地三月份的失业率 虽然稍微回升 但还是保持在1.9%的低水平 与外在需求改善 金融管理局这个星期认为 这能够为新加坡的经济 提供一定的支撑力量 因此保持我国今年的 经济增长预测 好 马上进入一周财经 了解详情 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料 将更加全面 理由是外需复苏和内需拉动 金融管理局在半年一次的 宏观经济检讨报告中表示 今年全年资讯科技业的复苏 将推动我国电子业 进入周期性的回弹 而其他行业如运输工程 和化学业的增长 也显示国内制造业 今年将走稳 金融管局预测 今年接下来的经济走势 将略微复苏 全年经济增长将维持在原先预测的 建于1%到3% 我国今年第一季的失业率 仍然保持在低水平 三月份整体失业率 只比去年12月 微升0.1个百分点 达到1.9% 人力部预估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的就业人数 增加2万0800人 比去年第四季 4万4千人的增幅明显减少 这是2009年以来 首季增幅最小的一次 新展集团今年第一季的业绩 在本地三大银行中最亮眼 净利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 达到9亿5000万元 第一季的营收也创下新高 年比增长7% 达到23亿2000万元 大华银行第一季业绩 同样创新高 在收费和用金业绩 强劲增长的带动下 净利年比增长4.9% 达到7亿2200万元 华侨银行第一季的净利 年比则下跌16% 减少到6亿9600万元 但是跌幅小过分析师的预期 华侨银行表示 净利下跌主要是因为净利息差距下滑 和保险业务的贡献减少 本地股市先起后跌 银行股升高 推动海峡时报指数 再度写下五年新高 并且一度突破3400点水平 后来投资者称高套利 导致海址在星期五 几乎全部回土前一天的涨势 《毕市报》3369点 一个星期涨了0.63% 这个礼拜 MES他们就是有做 他们的那个 每年的那个GDP的那个预测 那他们现在目前呢 还是保持那个1%到3%的预测 所以这可能就是对整个STI 有打那个强行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星期日的那一个马来西亚的大选 如果执政党BN赢了这个大选的话 当然对我们的SDI会是有好是正面的 不过如果BN他输了这个大选的话 当然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低 不过如果他们输掉了这个大选的话 那肯定星期一股票一开盘的时候肯定会下滑 下个星期本地多家公司将公布业绩 这包括盛科工业和丰益国际 好外方面下星期最受关注的应该是 邻国马来西亚将在这个星期天举行大选 下一期的节目我们将探讨大选结果 对马来西亚的股市马币和新马经济的影响 那几天前我们在面部网页上上载了一组符号 要大家解码 答案是财经追机的新播出时间 从5月18号从晚上7点改为晚上10点半 到时记得锁定优品到了 好感谢收看财经追机 我是董苏华 我们下星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